好,回来,部机完成了 这里是说结冰 先看看,这个是冰溶解 我们先跳前一点 开始看看OpenCase Structure 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这些 像龙一样 一个一个 开始小一点,让大家容易看 这些再大一点 有时太大,复杂一点就难看 尤其是转动的时候 这些是否一个个孔 全靠Oxygen Nectum 可以生成四个Hydrogen Bohm 这些就是立体形状 大家清楚一点 虹色的是Oxygen 白色的是Hydrogen Kohm 越来越多维获变大 是否更难看 所以最初简单给大家看 现在开始加热,冰会溶解 通常溶冰是怎样溶化 当然由外面开始溶起 所以要留意顶部 顶部的open cage和底下开始 这些是否开始越来越小 就是这些所谓的puzzle collapse 部份倒塌或者倒下来的意思 大家可以留意这些 就开始离开整个固体的结构 变成液体 顶部的一层都差不多全部塌下来 当然这里仍然维持在open cage structure 我的冰都未溶得完 仍然密度是低一点 所以仍然会浮在水 但这个就说明到collection 这一层是怎样的 差不多了 不用看完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 那个就是刚才溶解 我们有一个就是结冰 即是由水开始结冰 结成一个固体 当然是由open cage structure 当然是由open cage structure 当然是由open cage structure 我们都可以调回转头走 如何由液体变成固体 OK 在这里看 这里开始 这里是simulation of water turning to ice 即模仪的水变成冰 这些是水来的 很混乱的 开始结冰 当你这个是湖的顶部 结冰的时候由顶部开始结起 那它就慢慢涉到位置 涉到可以形成一个hydrogen bond 和刚刚砌到一个open structure 因为你涉到位置 要涉到四个hydrogen bond 才可以齐 这个很快 我们再看一次 你慢慢看到 循序漸进 就形成了四个hydrogen bond 一形成好 就整个open cage 这个空间就成立了 差不多了 结冰 或者冰容界 我都看过了 那 就是 那 这里就是 关于一些gooks 葡萄糖 大家都听过 或者用過 喝过 那个 那 其实有什么情况 我们 讲一讲 葡萄糖 大家知的Grucos Grucos是C6H12O6 Mono Sature I, 单糖 通常来说,我们以前教大家 谈谈溶解度、solubility 基本上就是 Organic Compound 就不会溶在水中 水是Polar Sotin 它不溶在水中 它多数是用在非水溶性溶剂 譬如油等等 很极端的 水和油是两个性质的东西 但是Grucos 这个是很例外的 为什么会很例外呢 你是自然的模型 但是反而是很溶在水中 为什么会很溶在水中呢 其实性质一定要跟水有相似 才可以溶在水中 以前我们经常说要怎样才相似 就是like dissolve like 相似性质的东西才会溶到 即是大家的inter molecule force是类似 刚刚刚说过就是Hydrogen bond 这些Grucos molecule 是不是可以放到Hydrogen bond呢 如果是放到Hydrogen bond 用得在水中就合理 是不是 有一个特殊情况 其实是 它真的可以放到Hydrogen bond 你看看这里的结构 这个就很复杂 画得好像六角形 其实这个也不是真正的bond angle 方便观察方便绘画才是这样的 这些C周边的全部都是109.5度 刚刚学过 109.5度 要画到真正的形状就很困难 所以大家画到这样 你看看有多少个Hydrogen bond 我给你少少时间 你自己数一下有多少个Hydrogen bond 都应该差不多了 数到 我们数一次 H要留住Electrolective Atom 只有O才符合这个条件 这里我圈给大家 这里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五个H 其余的H 这些是扔着C的 这些扔着C 全部都不行 所以这五个H 可以形成Hydrogen bond 这五个H 可以形成Hydrogen bond 五个 一个Molecule 可以形成Hydrogen bond 是很厉害的 即是它溶落水 在这些H 有些水分子 这里可以形成Hydrogen bond 这样围住 这里也是这样围住 你可以由固体结构 将整个分子 葡萄糖 拉出来 用水分子 拉出来 然后可以给最低限度 这里也有五个水 围住Hydrogen bond 这些Sauvation 或者我们叫做Hydration Hydration 意思是被水围住 围住的方法 也有吸引力 吸引力 吸引力越强越好 Hydrogen bond 就很强 所以很融 有时候解释了 为什么有些有机分子 很融在Aquizrofen 就是这些原因 我们可以看一看 有条模仪影片 就是说这些 葡萄糖 融在水里面 我先看看 OK 这样看法 葡萄糖 或者是葡萄糖 都没所谓 倒下去的时候 想看看 这些分子到底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 这个就是 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里就是一些糖 已经丢了它 固体的糖 这里是不是六角形 你看到它用六角形 表示一些 Sugar Molecule 或者Golkos 大家固体的好好的 大家都有一些 intermolecular force 当然都是一些 Hydrogen bond 来的 这样拌住了 你如果要将它 涂到水里 溶解的时候 其实是 做法就是 将每一个分子 拔出来 拔出来 脱离了整个结构 然后每个分子 再被水分子围住 整个过程溶解 就是这样的 你平时看到 这些糖仍然是一块肉眼 就是因为它未曾分开 所以你看到很大 就像这里 当它溶解的时候 这些一块一块 拉出来 被水围住 就变成很小粒 小到肉眼看不到 我们就叫它溶解 这里就是想讲这个过程 接下来看看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溶解 但在一个分子 微观的环境里面 是怎样的呢 它不断搅动的时候 拆出来的一块一块的 是会被水围住的 它已经拔出来 但也要做好 这里开始做好 一个水分子围住 一个 Glucose的基因 所以这些小的 微型情况 你肉眼看不到 就已经全部溶解 了 那Glucose就可以做到 如果有些不溶的话 它就 我们再看一次 有些 有些不溶的 你怎样做 都围不到 就是insorable 做不到sauration 或者hydration 这些东西 你看到这些东西 都看不到 开始融化了 在一个微观世界里 就是这样 差不多了 看完这些影片 就应该加深 以前讲 structure 的认识 因为讲了很多例子 还有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下一条影片才讲